市委书记得知学校发生了爆炸 当即就要身先士卒冲进火场救人 尽管手下一再阻拦 但贺书记仍然推开众人 将一桶水浇在了自己身上 奋不顾身地冲进了火场 原来就在半小时前 一名歹徒溜进了学校 在卫生间静坐一会后 给家里的老母亲打去了电话 随后他将手机砸了个吸水 将电话卡也冲进了马桶 紧接着从箱子里取出炸药 摆在了厕所的各个角落 下课零响后 一群学生冲进厕所接手 无意中看到墙角摆放的箱子 好奇地打开一看 虽然是一捆捆的炸药 而此时 躲在暗处的歹徒毫不犹豫地引爆了炸药 此时 贺书记正在召开一场关于国营企业社会化改革的会议 秘书走进会场向贺书记报告 收到消息的贺书记立即赶往现场 谁知组织救援的干部却连现场还有没有人都不知道 贺书记当即撤了他的职 任命公安局长全权负责抢救行动 随后更是身先士卒的冲进火场救人 其他人一看也只好硬着头皮进场救人 然而贺书记毕竟是年龄不饶人 在救出一名同学后便被烟雾枪地昏死过去 在抢救工作进行完毕后 公安局长立即向贺书记汇报 爆炸嫌疑人是深夏彩虹集团中学校办工厂的工人叫张宝军 这是我是有史以来最为恶劣的案件 爆炸嫌疑人张宝军当场被架死 现在送到医院抢救的那些同学 情况怎么样 贺书记情况是这样的 送到医院一共有50多个同学 除了一个已经死亡以外 有5个学生的生命还处在危险之中 医生正在全力抢救 另外的40多个学生和老师已经脱离了危险 贺书记立即命令副市长李子涛 务必要对受伤的同学全力抢救 并询问市长回来了没有 可秘书又带来了一个噩耗 市长在赶往身下室的途中发生车火 经过抢救虽然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整个人已经瘫痪了 贺书记听后立即安排人手去看望市长 接着又叫来了彩虹集团老总张天白 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斥责 你知不知道 这次事故 把我们身下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全给毁了 就算把你枪毙了 那些失去的年轻生命 还能回来吗 随后 副市长李子涛急忙赶往医院 安排工作人员去北京请专家过来会诊 务必要保住那五名重伤同学的生命 在安排完一切工作后 李子涛来到洗手间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却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 真是天主我呀 紧接着又拿出手机给赵辉黄波去了电话 身下彩虹集团发生了爆炸 死了六个学生 吴光荣市长从省城赶回来的路上 也出了车祸 听医生说肯定要瘫痪 那不正好轮到你老兄了吗 这不是你的目标吗 我要是当了市长 在身下你想要什么吧 你不是一直很关注 身下彩虹集团的企业改革吗 喂 你想什么呢 赶紧回来吧 我这儿也需要你帮忙啊 你和前任省委书记的关系很好 在北京见到他了吗 虽然他是不在位了 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啊 你得帮我活动啊 赵辉煌听完后立即挂断了电话 而另一边 彩虹集团的老总张天白回来后 小女友也贴心地为他处理伤口 这是远在美国的女儿给他打来的电话 告诉爸爸自己在美国已经拿到了绿卡 并且现在工作生活都很顺利 但听着电话那头老爸的语气不对劲 急忙问老爸发生了什么事 在老爸说了集团学校发生的爆炸事件后 女儿让老爸不如来美国待一段时间 然而张天白却一口拒绝了 我不会当曹兵的 我是个男人 就要对事业负责任 第二天 张天白就组织集团内部全体干部 共同商议了一套 针对此次爆炸的处理方案 以及彩虹集团内部经营的自救计划 我们深信 有市委和市政府的正确领导 我们这个曾经辉煌过的国营大企业 一定能够再创辉煌 而赵辉煌这边也很快就收到了消息 神下彩虹集团的领导班子 已经出台了一个自救和重振的方案 我看这些人是铁了心的 而且张天白的方案得到了社会书记和新华的支持 赵哥 你明白了吧 我知道了 彧天 按照我们的计划行为 这之后 就有人盯上了张天白 将他和小女友的一切行动都掌握得清清楚楚 就在张天白这天和女友逛完街回来准备逍遥的时候 一个杀手躲进了他家阳台的纸箱里 女人洗得白白静静正躺在床上等人灵醒 殊不知阳台外一个持刀的歹徒正贪婪地看着他 歹徒见女人没有察觉 便推开阳台门 轻声地走到床边 等女人察觉是一切已经迟了 这是一个老男人洗完澡出来 恰好与满身血字的歹徒打了个照面 吓得大叫起来 但歹徒却不容他再叫第二声 上去就是一套连招将老男人也乱刀砍死 行凶完后 歹徒给老大会报起了工作 告诉老大自己把男人杀了 并拿了三段现金以及两个戒指 制造了一个情杀现场 你他们怎么这么不懂事 造成情杀能拿人东西吗 拿了东西 那能是情杀吗 好在小弟把女人也杀死了 这称死就是一个抢劫杀人的现场 而老大立刻让小弟拿着三万块钱 躲到天涯海角去 以免被人抓到 可小弟刚一下车 老大就从储物阁里掏出了手枪 随即也下车来到男人身后 老哥你 兄弟 走好 之后 老大将男人的尸体扔进盒里 将那三万块钱揣进了自己的兜里 果然只有死人才能最好的保守秘密 而警方这边也很快接到了报案 因为这起案件性质极为恶劣 副市长李子涛亲自带队来到了现场 这个男死者是身上彩虹集团的总裁叫张天白 现年五十八岁 身上被卡了三十刀 肝和脾脏都受到了致病创伤 这个女死者可能是张天白的女朋友 身份代查 死得太惨了 这个兄弟心太狠了 李子涛听后立即对案件有了判断 会不会是小姐 年龄差距很大吗 这个女的看上去也就二十二三岁 男的五十八岁 有没有可能是嫖娼或者是包裳 李子涛当即将这起案件定性为情杀 并对身下室公安维护治安的能力感到非常不满 县公安局长刘东方在一个月内必须破案 案子要是破不了 你就辞职 在李子涛走后 刘东方一下就看出了案件中的猫腻 短短十天时间 深夏室连续发生了爆炸案和杀人案两起大案 并且都是围绕在即将进行企业改革的深夏彩虹集团上 副市长李子涛又这么着急地为这两起案件定性 这其中不免有些阴谋的味道 便安排自己的下属一定要把这两起案件幕后的黑手查清楚 这次李子涛是不会放过我了 我们这些人 不是要关 而是要为老百姓为国家为法律做事情 紧接着 李子涛又来到警察局召开了案情讨论会 在所有行政人员汇报完现场勘测结果和死者情况后 李子涛又急忙对案情进行了判断 就是可以初步确定是一个情杀案子 而且被害人有嫖娼和抱养小姐的嫌疑 一身正气的局长刘东方叫住了李子涛表示自己对案件有一个不成熟的见解 想要和李市长沟通一下 剩下彩虹集团爆炸案件和这次所谓的抢劫杀人案件 这两个案子之间有没有直接的和间接的联系呢 刘东方提议将这两起案件进行定案侦查 可立即遭到了李子涛的反对 认为刘东方这个假设太过大胆了 这些话就在我们这个范围里面说就完了 没有证据的事情 要是拿到桌面上 那人家会骂我们是得了狂想症 李子涛又告诉刘东方 爆炸案已经查明室内民凶手报复姓作案 那个案子已经结案 我知道你是想并案侦查 可是并案侦查的证据呢 两个案子之间 有没有一条可以连接在一起的证据链 随后李子涛又拿出了市委和书记来压刘东方 要求他不要再将精力放在爆炸案上 紧接着就趾高气昂的走了 而这究竟是阴谋还是偶然吗 李子涛 你真的是罢了 现在敢这么跟我说话 这个男人仗着自己为赵哥做掉了张天白 让对方有把柄在他手上 便要求赵哥给自己辉煌集团40%的股份 见赵哥对这个数字还在犹豫 他便直接放弃了狠话 我们算什么 江湖上的混混 你现在是有头有脸的大人 你可千万别忘了我们这些 曾经跟你共混蛋的弟兄们 还是那句话 见此情况的赵哥也只好暂时答应男人的要求 并嘱咐这件事只有他们两个知道 而这个男人也不是光凭两句狠话就混成老大的 他与赵哥分开后立即找了个卫生间 从裤裆里掏出一个随身厅 里面录下了和赵哥谈话的所有内容 谁说只有两个人知道这件事 这就是第三个人 这边的赵辉煌刚回到家 屋里就聚集了一帮等着找他办事的人 这些人都知道赵哥在身下是有通天的手段 而此时的赵哥却根本没时间理会这些人 因为副市长李子涛已经在楼上等着他了 两人刚一见面 李子涛就对赵辉煌抱怨了起来 本来和书记因为爆炸案被撤职 武市长也出车祸瘫痪 按理说市长这个位置怎么样 都要落到他这个副市长头上 可谁知省委却空降了一个市委书记和市长过来 这让李子涛多年的心血又打了水漂 我的机会啊 就是被这些人抢走了 而赵辉煌听完后 直接问起李子涛这两个新任领导喜欢什么 更是拿出了个小本本准备记录 怎么 你又要对他们上手段 我听说这些人啊 可都是刀枪不入啊 我就不相信 在这个世界上 还真有刀枪不入的 赵辉煌又说只要是人就有弱点 只是还没有被找到而已 而赵辉煌最擅长的就是洞悉每个人身上的弱点 通过这些弱点将其击溃最后为我所用 紧接着 赵辉煌又劝李子涛在这个时候千万不能着急 一定要按部就班的工作 然后静观其变 尤其是党和国家现在对跑官要关这种行为打击的非常严格 你对我们共产党也太了解了 共产党是我的一世父母 我要不了解他的政策 我怎么孝敬我的父母官呢 而赵辉煌果然是个把事情都要做到前面的人 在了解了新任市委书记郑亦然的基本情况后 他就直接来到了郑亦然的家里 做完自我介绍后 郑亦然也是对深夏市的这个赵辉煌久仰大名 而赵辉煌今天过来是得知郑亦然准备将家搬到深夏市 所以特意来帮他搬家的 可正要搬行李时 郑亦然提出了个疑问 这些人是深夏市委行政处的吗 是紫操同志派我们来的 你们停住 全部停住 请你们回去吧 我这里啊 不需要诸位废神了 而赵辉煌看到对方不给他面子后 当即又开始吹捧起了郑亦然 您是受命于危难之间 深夏出了全省最大的事情 领导们都忙得人人自卫 连触几个科技干部都惶惶不可终认 所以才委托我们来 您就当时搬家公司为您搬家 总之把您送到深夏市委常委院里不就行了吗 见证依然还是拒绝 赵辉煌又搬出了自己的后台老领导董贤达 表示老领导当初来深夏市的时候就是自己帮他搬的家 我想我帮您搬家 您不丢面子 我又不是什么凶猛的石肉总 您怕什么 赵辉煌 你的名气我早就听说了 今天打了交道 才知道你比你的名气还要厉害 随后郑亦然又告诉赵辉煌 自己是刀枪不入的 让他不要在自己身上下功夫 这第一次和郑亦然兑现就让赵辉煌差点吃亏 但若没有通天的手段 他又怎能成为深夏市的大佬呢 赵辉煌又表示郑亦然是老领导的部下 所以大家互相都是朋友 身为朋友帮忙做点事是应该的 怎么能谈什么道呛问题呢 我们这些个体户的就像有一两个好的父母官 为我们指路引刀 我这个人可不是什么人的忠实部下 我一直记得一点 这是我做人的原则 就是忠实党和党的政策 把老百姓的事情干好 咱们俩说的不矛盾 我们这些民营企业家 就是在党的政策下成长起来的 我们不相信党 我们相信谁呢 可是即便赵辉煌说的在口舌生花 郑亦然依然针尖对卖忙的刚了回去 就是不给赵辉煌台阶下 更是语气强硬的对他下起了逐颗令 我现在要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 请你们回去 而赵辉煌吃了一别 也只好带着人准备离开 可郑亦然却突然又喊住了他 等一等 这个牛鸡包是你的吧 一起拿走 这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 不会借口是什么安家费吧 我告诉你赵辉煌 我可不吃这套 出来后 手下也止不住地吐槽 觉得这个郑亦然太难搞了 可赵辉煌却表现得不紧不慢 从这次兑现 他已经找到了郑亦然身上的弱点 好啊郑亦然 我倒要看一看 是你的骨头硬 还是我的三把刀子硬 在第一次巴结新任市委书记吃了饼后 赵辉煌可没有坐以待毙 而是紧接着把目标转移到了 新任市长郭首义的身上 这一次是成功地帮郭首义搬了家 而郭市长在感谢完赵辉煌后 转头就对手下发起了火 你们怎么能叫别人来接我呢 郭市长 本来我们要去 李子涛副市长告诉我们不用去了 说那边有人送礼 叫我们在市委家属院门口等你就行了 我知道了 你帮忙去吧 打发走这两个话都说不清楚的主任后 郭市长开始担忧起来 现在身下事出了这么大的事 自己出来乍到一切形势都要谨慎为上 万一踩爆了哪颗雷娜就会粉身碎骨 而他的老婆正要收拾行李时 发现床上多了一个没见过的皮包 正想打开查看 郭市长一下叫住了媳妇 别动 哎呀 你这一惊一乍的 就像恐怖分子放了什么炸弹似的 郭市长拉开拉链 里面居然装了满满一包的现金和一张纸条 这比炸弹还厉害 这赵队皇是个什么货色 纸条上写的是听说郭市长的父亲身体不好 所以留了点钱让郭市长给老人买股品 郭市长清点了一遍现金足足有35万之多 但这个结果眼上他哪敢碰这些钱 急忙又找到赵辉煌要把包还给他 赵辉煌看到后也是机智地表示 这帮人怎么能把这个包乱扔下去 郭市长 对不起 对不起 那这帮人太粗心了 我回去好好批评批评他们 这样一来 咱们新任的市卫副书记 代理市长 那可就麻烦了 这可是刮天理下的事情 郭市长 我向你道歉 而郭市长对这个回答也很满意 虽然心里很清楚赵辉煌是什么意思 但是依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默许了他这个说法 赵辉煌也是趁着这个机会 邀请郭市长一起吃夜宵 今天就算了吧 别客气了 郭市长 连老领导来身下 现任的省委常务副书记 董贤达同志来身下 那第一顿饭 永远属于我的 听到赵辉煌搬出这两个大人物 郭市长也只好硬承了下来 然而原则这个东西一旦第一次被破坏了 往后就再也很难提起来了 赵辉煌早已给郭市长准备好了丰盛的晚餐 以及飞天毛子 还安排了四个美女给他作伴 我们是朋友 朋友之间就应该讲究信任 你来这吃饭的事情 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 特别是美女住行的事情 大家都应该得过且过 哪只郭市长见到这阵仗脸色一下就变黑了 一把打断了赵辉煌的演讲 我是不是可以告辞了 郭市长 赵辉煌只好让服务员将酒和美女全都撤下 但是 这一切其实都是赵辉煌对郭市长的试探 酒色才其人生无非就是这些追求 赵辉煌想从吃饭的过程中找出郭市长的弱点所在 而此时郭市长刚一坐下就接到了一个电话 是市委书记郑亦然给他打来的 郑亦然约郭市长晚上11点碰个头商量一下工作 随后又多嘴问了一句是不是市委行政处帮他搬的家 可听到郭市长说是赵辉煌帮忙搬家后 郑亦然马上面色大变 而在得知两人正在一起吃饭时 直接就让郭市长现在立刻离开饭桌 紧接着又询问起今天是不是也收到了一个牛津包 我是收到一个包 我已经退款给赵辉煌了 里面有三十五万元人民币 赵辉煌跟我解释说 是他手下的人放到我家里了 手艺啊 赵辉煌的饭可不是那么好吃的 我们才刚刚上任 身下的情况扑朔迷离 我们现在不知道谁是我们的对手 谁是我们的朋友 谁是我们的战友 我告诉你 你马上给我离开他的饭桌 郭市长也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立即向赵辉煌辞行 什么事这么急啊 要不要我的车送你回去 不用 我打车走 赵董事长请留步 就在手下又一次觉得这个小子难搞的时候 赵辉煌依然稳如泰山 对这个新来的市长 他已经有了十足的把握 不急 我这第一把刀子刚刚开任 第二把刀 马上就掏出他身上捅去 等着吧 我们辉煌可是大明人啊 他的集团在山下和南湖省 那是纳粹大户 这可是我们党和国家在搞好市场经济 在国际上和那些经济强国进行竞争 需要团结和依靠的对象 省委书记竟然公然给黑社会投投站台 还要让新任的市委书记 郑亦然多多给予赵辉煌支持 而郑亦然虽然只跟赵辉煌打过一次交道 但敏锐的嗅觉让他早就察觉到赵辉煌这个人有问题 在回到市委办公室后 郑亦然就立刻叫来了公安局局长 询问身下是黑社会组织的情况 身下 有没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如果有 要一查到底绝不手软 特别是要查出那些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坐在旁边的李子涛瞬间听得浑身不自在 因为他就是赵辉煌的保护伞之一 而另一边的赵辉煌 为了彻底洗白自己的身份 竟然跑到北大去读管理学博士 就在赵辉煌准备回身下的时候 在机场碰到了一个女人 不经意间转头看到女人的容貌时 心动的感觉立马就来了 而这个女人正是死去的彩虹集团老总张天白的女儿张小丽 在得知父亲包娼并且被人杀害后 她放弃了美国优厚的待遇 华明须梦臣独自回到身下时 准备查出她父亲的真实死因 而毫不知情的赵哥还在殷勤的帮张小丽提着行李 走出机场前 还不忘通知手下躲得远远的不要来接她 这是对这个女人彻底的一见钟情了 小弟们看着赵哥跟在女人后面也是一脸猛逼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吧 要知道赵哥那可是为了搞钱从来不敬女色的人 这次居然绕着女人的屁股转 而赵辉煌直接无视了所有人 跟着女人坐上了公交车 赵哥这是演的什么戏 快二十年了 没看见她坐过公交车了 赵辉煌一路把张小丽送到了酒店 才坐上了自己的家常豪车 连手下都不解地问她这样的泡妞方法 是不是有点过于平民了 但赵辉煌却只是黑黑一笑 女人目前不知道自己身份说不定是件好事 第二天一早 赵辉煌又来到了酒店 却被前台告知张小丽已经搬走了 赵辉煌不希望跟这个女孩错过 于是问前台要了女孩的登记信息 甚至连女孩听了什么歌都问了出来 随后赵辉煌立即打电话给手下 让他们把所有英文歌带眼泪的词汇都找出来 回到公司后 赵辉煌收到了一个令他非常不爽的消息 什么 郑义然要找银行借钱给身下彩虹集团 郑义然是要断我的财路啊 原来就在今天 郑书记亲自走访了彩虹集团 而在走访的过程中 郑义然了解到彩虹集团的员工已经两个月没有领到工资了 所以郑义然决定帮助彩虹集团从银行贷款来缓解这次危机 还要让另一个国营企业兼并彩虹集团 这样的情况赵辉煌怎么允许发生 之前做的一切杀人放火的勾当就是为了能让自己吃下彩虹集团 随即赵辉煌直接来到市委找到了郑义然 是这样 我听说身下市委书记在借钱 到外地银行去借钱 这不是小看我们身下无人吗 我们堂堂南湖省经济重镇身下 就无人能拯救一个国营企业与水深火热之中吗 我作为身下的子民 我觉得于心不忍 所以我想找书记谈一下 我准备借给身下彩虹集团钱 只要郑书记一同意 我明天就可以赚账 郑义然当然知道赵辉煌不可能无缘无故地把钱借出来 但目前也猜不透赵辉煌到底是什么心思 于是就直接了当地问赵辉煌这次借钱有什么条件 而赵辉煌也是直接说出了自己的目的 自己借给彩虹集团多少钱 就要占彩虹集团多少的部分 郑义然一听赵辉煌这是要趁着借钱来一点点吞并彩虹集团 当即就拒绝了赵辉煌借钱的提议 我们市委市府的共同观点是 希望国营企业能够自救 这么说 郑书记不领我们辉煌集团的情了 不能这么说 我起码通过你来找我 知道你的心思 下面在我们讨论国营企业出路的时候 当然可以根据国家的政策 来考虑你的建议 你说呢赵董事长 面对如此刀枪不入的市委书记 赵辉煌目前也没有了办法 而就在当晚 赵哥就找到了一个能撕开郑义然的口子 我的叶总会里来了一个神秘的客人 她居然点了我们叶总会里的 头牌小姐小宝 我打听出来 她居然是新来的市委书记 郑义然的秘书 顾一凡 要接个电话 好 我怎么来的 市委书记的秘书竟然在叶总会里公然嫖娼 警察立即就要打电话给电视台曝光 秘书急忙作医求饶 任罚都行就是千万不能曝光 否则他这一辈子就全完了 而警察也是打算给他留条活路 让他把嫖娼的经过全都写下来 就当他把经过全部写完后 门口却走进来另外两个人 原来这根本就是一场精心组织的仙人条 赵辉煌在得知市委书记的秘书 谷一凡到夜总会找小姐时 立即安排手下先不要轻举妄动 在确定了秘书的确切身份后 安排小姐给秘书打去了电话 约他再来夜总会玩 而毫不知情的秘书 还以为自己的魅力已经吸引住了小姐 一遍一遍给小姐唱着月亮惹的火 并答应小姐今晚就一定过来找他 殊不知这一切都是赵辉煌给他设下的局 就当谷一凡在包间里准备给小姐疏通下水到时 警察闯了进来 一举将市委书记嫖娼抓了个现行 正要对他进行刑事拘留时 赵辉煌带着小弟走了进来 而警察在听完赵辉煌的话后 竟然直接拾去的走了 随后赵辉煌走到心惊肉跳的谷一凡身边 告诉他这点小事不用担心 自己帮他挡下了 并且很快还将谷一凡写的那份事件经过拿了回来 交给谷一凡让他亲手撕掉 而这时赵辉煌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我们都是朋友了 以后我希望你能够互相帮我 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 少一个朋友多一条枪 我希望以后多给我铺路 少给我打枪 而对谷一凡来说 赵辉煌今天的举动无疑是救命之恩 当即表示以后有什么用得到的地方 他一定会尽力而为 回去之后 谷一凡也是无比后悔 但开工没有回头见 这一步错了他也只能就这么一直错下去 拿起电话就将刚刚听到的东领集团收购彩虹集团的消息汇报给了赵辉煌 东领集团一肩并 我们就不可能拿下彩虹集团那块地了 赵辉煌自然明白这一点 二话不说又拨通了另一个电话 约定 我们见一面 几天后 东领集团董事长组织股东会议 全体举手表决通过了对彩虹集团的收购计划 而第二天 董事长在送孩子上学时 周围就出现几个黑衣人盯上了他 当天下午他就收到了消息说孩子不见了 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了东领集团总经理的身上 绑匪给他们留了个纸条 上面写着如果他们收购彩虹集团那么就要失去而泽 这种赤裸裸的威胁也让董事长丝毫没有办法 为了自家孩子的安危 董事长只好又找到郑书记 即便是书记发天大的火 也只能硬着头皮拒绝了郑书记提出的收购意见 我想知道 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我们企业董事会经过集体讨论 是集体做出的决定 我们企业不能因为一个领导的意见 而改变我们企业十年甚至二十年的规划 好吧 你走吧 郑义然尽管知道这背后一定有人在捣鬼 但目前还没有丝毫头绪来找出这个幕后黑手 郑义然的直觉告诉他 这一切的背后一定都与爆炸案和杀人案有关 便吩咐郭市长尽快督促公安局查清那两起案件 从那两起案件上寻找突破口 至于彩虹集团的事 他会想办法从省里弄些资金来让集团自救 而另一边 赵辉煌的手段还不止这么一点 他已经对新来的市委书记和市长的情况了如指掌 刚刚就打听到了市长郭首义的父亲病重 于是他立刻从北京上海联系专家来为市长父亲看病 还亲自陪床照顾老人家 显得自己是郭市长的至交好友一样 而这种深入人心的举动让郭市长哪有不敢动得到 随后 赵辉煌更是把自己的亲外生女安排给了郭市长当保姆 从这几方面下手 相信不久后郭市长也会成为赵辉煌的自己人 就当赵哥一切的计划都顺利进行时 一个不速之客来了 上一个敢跟赵哥这样说话的人 坟头草已经三十米高了 而吴跃进仗着给赵辉煌干了几个脏活 越发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明知赵总在开会 却打算硬闯他的办公室 随后 吴跃进直接闯进了办公室 不管有没有人就大声嚷嚷起来 赵哥 我可是为你连着办成了两件事情 不 加上前几天那件 应该是三件事情 所以 我来借点钱 并且吴跃进一张口就是六百万 听得赵哥都是倒吸了一口滑子 只好把开会的工作人员都打搭走 留下吴跃进单独聊 而吴跃进更是得寸进尺 坐到了赵哥的办公桌上 大言不惭地说起 关于彩虹集团的这几件事 他可是当属投工 这个行为彻底激怒了赵哥 拍着桌子就骂起了吴跃进 谁知吴跃进更加放肆 竟然威胁起了赵哥 随后更是一屁股坐在了赵辉煌的老板椅上 此时赵辉煌有把柄捏在他手上 也只好先退一步 拿起电话让财务取六百万现金出来 然而身后的手都已经快捏碎了 这么多年来还没人敢跟自己这么个说话 晚上赵辉煌让小弟开车 带他来到一条偏僻的巷子 独自走下车 到了一间小屋前 敲开门进去 一个男人刚刚和小姐逍遥完 男人看是赵哥 赶紧让小姐先走 嫖子过两天再给他 不行 你们说好了要现金啊 其实没那么多 你现在怎么改天就跟你 赵哥听完直接从自己的钱包里 拿出一千块为男人付了欢乐费 小姐这才心满意足地走了 随后赵哥直接给凯子拿了几万块钱 凯子见状知道赵哥一定是有事找他帮忙 而且上个月刚刚领了赵哥的请 当即表示 无论上刀山下火海他都毫无怨言 而赵哥确实是有件事找他帮忙 便让他随时等自己消息 而此时的吴月静丝毫不知道 自己已经死照星临头了 还在一家按摩店里舒服地按着脚 这时有人打电话来告诉他 最近他的行为可能有些嚣张 已经惹怒了赵哥 赵哥很有可能会对他下手 让他自己一定要小心点 然而吴月静却是个油颜不敬的人 仗着手下有几个兄弟谁都没放在眼里 滚他妈的蛋 他赵辉煌肩膀上扛的是脑袋 我的肩膀上扛的也是脑袋 谁这么怕谁呀 而没过几天 吴月静又过来要钱了 这次连赵哥的小弟都看不下去了 要四百万 冯总只好在他的权限下 从财务部拿了五十万 可是这王八蛋说什么 打发叫花子呢 赵哥 要我说你就扔一句话 让我用枪把他打了算了 赵哥挥手拒绝了小弟的提议 表示自己现在是想彻底的洗白 在一两年内杜绝掉所有违法乱纪的行为 大家都是朋友 千万不能为了一点钱伤了和气 话虽这样说 但吴月静不收拾怎么能行 晚上 赵哥又来到了凯子的房间 凯子知道赵哥连续两次拜访内 一定是真要自己办点事 当即就愿意为赵哥解决任何麻烦 有一个人有点烦 我想让你帮我把他的嘴给毒 一句话赵哥 谁这么牛啊 我绝对把他嘴封住 听到凯子这么说 赵哥打开了手提箱 里面装着几十万的现金 当做是给他的报酬 并且又拿给他一把手枪 交代他一定要将枪里的事发子弹全部打完 然后再将枪销毁掉 凯子表示绝对没问题 又问起对象是谁 赵哥则是拿出了一张照片给凯子看 随后凯子就体现出了一个职业杀手的素养 将照片烧得干干净净 第二天 凯子就开车到了吴月静家楼下 整整蹲守了一天 到了晚上 吴月静又准备去按摩房潇洒 凯子则是一路跟在他的车后面 到按摩房门口后 吴月静下了车 而凯子也是从背后喊住了他 月静 撒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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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你疯了 老子帽这么大的风险 包你 养你 疼你 你竟然红杏出墙 就在半个小时前 男人来到自己包养的二奶楼下 刚准备进去发泄一通 却突然看见楼下来了的警察 李子涛便悄悄地跟上去 没想到警察竟来到了自己的二奶家门口 二奶打开门也是风骚地说了一句 哟 大鹏你怎么又来了 随后男人便跟着二奶进了门 李子涛立即回到车上 给刑警队许队长打去了电话 询问有没有一个叫大鹏的年轻人 得知有这么个人以后 又问了一些具体情况 没想到自己的二奶居然在外面偷食 李子涛气得牙都快咬碎了 足足等了半个小时 才看到那个警察提着裤子从他家里出来 随后 李子涛急忙赶往楼上 二话不说就把女人按倒在了床上 老公 你来怎么也不打个电话呀 我是来突击安全检查呀 不狠手增操啊 不信 你立刻验名证身啊 可这回的李子涛哪有心思去验他的证身 将女人反过来就是几个大笔斗 女人也被打得一脸猛逼 最后才知道了原来是李子涛 以为自己和那个警察红性出墙 这才告诉他那人是他姐夫 过来只是找他说点事而已 李子涛这才知道冤枉了小妞 当即才赶紧给他道歉 可是回去后的李子涛直接来到了公安局 打算把那名叫李大鹏的小刑警调查调查 开完会后 李子涛借着要调查刑警制对内部作风的名义 将李大鹏的顶头上司留了下来 询问他李大鹏这个人平时表现和生活作风的问题 在得知年轻人各方面表现都很好后 李子涛无意间又问起李大鹏现在具体在做什么工作 然而许队长却难为了起来 似乎是在做一件很保密的工作 李子涛见状又拿起了升官的事和许队长说道 就你这个样子还想上局级啊 你就待在你这个刑警支队政委的位置上等待退休吧 我们的干部要作风顽强 旗帜鲜明 听到这 许队长也怕这个主管政法委的副市长以后给他是绊子 只好告诉李子涛 李大鹏被刘东方局长调去调查爆炸案的遗留问题了 而李子涛也没想到自己已经让结案的爆炸案 刘东方居然还在秘密调查 于是在随后的几天里 一直悄悄地跟踪李大鹏 在看到李大鹏从一家银行执行完任务出来后 李子涛假装和他来了个偶遇 问他在这里干什么 而没有什么心机的李大鹏直接告诉他 自己发现了一起案件的重大线索 要立即赶回局里 李子涛当即表示自己亲自送他回去 两人在车上聊天时 李大鹏也毫无戒备地给李子涛说了自己正在调查彩虹集团爆炸案 并且今天已经发现了重大的线索 张宝君的母亲刚刚在银行提取了四万块钱存款 这很不正常 随后我就查了他的账号 他的账号里居然有四十多万存款 在此之前 我们对张宝君的家庭情况进行过详细的摸底调查 他的父母亲早已经退休 张宝君和张宝华也已经下岗 两个人还没有结婚 在他们的亲戚当中也没有做大生意的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存款呢 由此李大鹏分析出这笔存款一定和爆炸案有直接关系 很有可能这笔钱就是幕后主使给张宝君的安家费 而这笔钱的来源现在还没有查出来 所以要立即回局里向刘东方汇报 你自己是怎么想的 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有黑幕 所以刘局定下深挖的决策是对的 怎么会这么巧 不到十天 身下彩虹集团竟然发生了两起这么大的案子 这也是我们这些刑警私下里议论最多的观点 这一番对话把李子涛听的后背发凉 腿软的连油门都踩不动了 便让李大鹏在车上等一会 他去上个厕所 回来再跟他继续聊 然而到了厕所后 李子涛并没有着急放水 而是拿出电话打给了一个人 李子涛了解到刑警李大鹏已经掌握了彩虹集团爆炸案的关键证据 第一时间就猜到是赵辉煌干的 于是急忙借着上厕所的名义 向赵辉煌偷偷汇报 如果李大鹏等会回到警察局向刘东方一汇报 那么所有人都得跟着玩玩 赵辉煌也意识到了这件事的严重性 当即就想出了办法 那就是必须现在就解决掉这个李大鹏 他让李子涛先稳住李大鹏 然后他会安排两个人过去装作抓小偷 接下来让李子涛怂恿李大鹏去抓小偷 而李子涛也没有其他选择只能照办 回到车上后他就落实起了稳住李大鹏的任务 和他谈起了工作作风问题 你是不是有个小姨子在叶总会上班 在叶总会做小姐 是啊 你们都知道了 你作为一个公安局的刑警 身上肩负着重要的职责 而你的亲戚却在叶总会做小姐 李市长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这怎么没有关系啊 我们的队伍需要纯解 我现在就怀疑你 跟那个叶总会的老板有来往 随后 李子涛立刻就认定李大鹏的社会关系复杂 已经不适合在警队做行政工作 就在这时 李大鹏的手机响了 是局长刘东方催促他尽快回警局的 可李子涛让他对刘东方汇报说自己正在执行任务 其他的什么都不要说 李大鹏也只好按李子涛说的做 没有把自己的行踪汇报给刘东方 挂掉电话后 李子涛又继续东扯西扯的和李大鹏探讨工作作风问题 突然间 旁边跑过去两个人 后面的人大声喊叫着抓小偷 李子涛一看机会来了 急忙告诉李大鹏 快去抓啊 我们人民警察就是为民除害啊 快去啊 李大鹏急忙下车 朝着小偷追了上去 将小偷堵到一个单元楼门口后 李大鹏正要动手去抓 可身后的施主悄然地从腰间掏出一把匕首 狠狠地刺向了李大鹏 这名年轻的小刑警就这样成了官商利益下的牺牲品 随后 刘东方也急忙赶往了杀人现场 很快就推断出李大鹏的死非常有问题 半小时前 李大鹏还打电话通知他说找到了重要线索 要赶回局里 可刚当的电话却又说自己在执行任务 随后就发生了抓小偷的事 自己也牺牲在了这里 这一切显然都不符合逻辑 刘东方安排警员对在周围的一切踪迹进行调查 务必要将李大鹏的真实死因调查出来 并且要按劣势的规格为李大鹏安排后事 另一边 李子涛回到办公室后也是一阵后怕 他急忙给深夏市银行行长打去了电话 以副市长的身份让行长调出张宝君父母的存款额和存款来源 没多久行长就发来了传真 40万存款竟然是从赵辉煌旗下的叶总会转入的 李子涛没想到爆炸案居然真的是赵辉煌干的 趁晚上赶紧和赵辉煌碰了面 而此时的赵辉煌还是一脸的淡定问李子涛到底出什么事了 杀你的头 开玩笑吧李子涛 张宝君母亲陈芙荣的账户上的40万块钱是怎么回事 根据他们家的经济状况绝对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存款 两个退休工人 退休金加起来就600多块钱 他们既不赌博也不炒股 更不贩毒也不搞三赔开窑子 虽然赵辉煌干的是一些不正当的生意 但这样明目张胆的炸学校 今天又杀掉了警察 这让李子涛感觉赵辉煌太过目无法计了 和赵辉煌同在一条船上 自己的这颗脑袋也得别再裤带上过日子 可赵辉煌还是一脸淡定 子涛 我也好好地感谢你 这么多年 我对你的父父 终于得到了最珍贵的回报 而紧接着 赵辉煌就问李子涛办这件事究竟要多少钱 可李子涛却说这根本不是钱的问题 在他的这条船上 让自己感觉到了危险 再这么下去这条船迟早会沉 而赵辉煌却是什么话都没说 转头从自己的后备箱里拿出一个手提包丢在了李子涛面前 这里面有55万人民币 5万多美金 18万港币 你先用 不够 你再问我要 还是 我可以堵住我的漏洞 我要你堵住你那边的漏洞 当老一的命是没有了 仕途上没什么指望了 我也只有跟着你干了 我知道 跟着你干 我可是一条道走到黑了 凯子干掉5月进后 赵辉煌将他带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让他在这里躲几天 等风声过了自己再带他回去 并且交代凯子最近这段时间一定不能乱跑 而且也不要大手大脚的花钱 等这段时间过了会给他花不完的钱 看到凯子满口答应 赵辉煌这才放心的走了 而就在几天后 有渔民在河里打捞上来一具尸体 警方在尸体的衣服口袋里找到了张天白送给小女友的戒指 由此推断出这个人就是杀死张天白的凶手 而经过法医的鉴定 尸体内残留的弹片与吴月静常用的手枪子弹相同 所以此人一定是被吴月静杀人灭口的 但是吴月静现在也被人灭了口 要想揪出彩虹集团的幕后黑手 那就必须要找出杀害吴月静的这个人 随后 在市委的工作会议上 警方向市委书记郑毅然汇报了这一发现 可在场的常委中 有两个就是赵辉煌的情报人员 汇后 也是立即有人给赵辉煌传递的消息 张天白蛋子又偷血了 什么 是一个叫王毁宾的干 今天两个渔民在打渔的时候 把他尸体挡上来 经过公安局的技术鉴定 这个叫王毁宾的家伙 头上中了三枪 子弹的弹道 月静的死藏枪支的弹道痕迹是一样的 好我知道了 赵辉煌知道 现在必须得妥善处理这件事才不会被暴露 立刻决定将杀人凶手凯子转移走 可到了凯子住的地方后 敲门却没有人回应 等了好一会 凯子才开车回来 并且还带了一个小姐 赵哥 太闷了 这是最后一次 命令 男人说话在言而有限 我知道 行了 我就不进去了 去吧 回到办公室后 赵辉煌思考了整整一夜 凯子现在就是柯雷 万一他的哪里暴露了 都会查到自己身上 想到这 赵辉煌立即给小弟楼成就打电话 让他过来一趟 楼成就过来后 赵辉煌立即就说让他帮自己办一件事 并且这件事绝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凯子这个傻瓜在 你知道吗 然而一切就像赵辉煌预料的一样 凯子喜欢玩女人的性格果然带来了麻烦 这天公安局长刘东方正在陪夫人逛街 转头就发现了一个偷钱包的 身为人民警察的他立即就冲上去 抓住了小偷 这个小偷是个惯犯竟然还认识刘东方 求刘东方这次饶了他 但刘东方执意要带他回警察局 小偷为了不进局子 立刻就说自己要将功赎罪 随后 刘东方将小偷带到餐厅 而小偷也说出了自己的消息来源 他是从一个跟自己玩过的小姐那里听说的 是凯子喝多了以后无意间告诉小姐 而小姐和这个小偷玩的时候又将这件事告诉了小偷 刘东方当即就要让小偷带他去找那个小姐 小偷也只好带着刘东方来找到了那个小姐 在听到面前这个人是大名鼎鼎的公安局长后 小姐也是一五一时地说出了凯子跟他说的杀死无悦境的事 并且连凯子现在的住址都交代了出来 刘东方立即征用了一辆热心市民的电动车 准备单枪匹马地去抓捕凯子 并吩咐那个小偷现在马上打110报警 而此时的凯子又是刚刚玩玩女人打车回来 就在他刚进家门后 刘东方也赶到了 一把拉住凯子和他扭打到了一起 就在凯子落于下风之时 身后突然传来两声枪响 将刘东方打死在地 来人正是赵辉煌的小弟楼成就 随后又告诉凯子 我是楼成就 凯子 我来救你 过来 我跟你说几句话 市长夫人刚回到家 就听见卧室传来声音 五秒钟以后 卧室门打开了 面前站的居然是自家的小保姆 市长夫人也没想到老公和保姆搞到了一起 当即就要给市委书记打电话 举报这个乱搞男女关系的市长 郭首义此时也着急了 赶快按断电话 让老婆顾全一下大局 而郭首义经过一顿苦口婆心的劝说 还真就说动了老婆 两人结婚二十年 却因为老婆习惯性流产 造成两人连个孩子都没有 郭首义的意思是让保姆把孩子生出来 然后就和他断了 这样不仅有了孩子 到时候老婆还是堂堂正正的市长夫人 而夫人为了这个名分 居然答应了郭首义的要求 但现在保姆已经怀上了孩子 肚子会一天天大起来 这样迟早会穿帮的 而这时郭首义有了个主意 就是给保姆找个男朋友 给点钱让他背这个锅 这样的话就不会有人追究保姆 在市长家怀孕的事情了 很快 保姆便将自己怀孕的事汇报给了赵辉煌 原来这保姆也是赵辉煌 故意安排在郭首义身边的 就等着郭首义下逃 这个郭首义 不吃钱 不吃美女 这次算是找到了她的血本 真准 一个小保姆就把她打倒 人总是有弱点 是不是 她老婆要跟她闹 我总不能不帮她 好不容易培养一个干部 为这些小事 给她毁了 那不是 赔了夫人 又折兵吗 而还没等郭首义主动去给保姆找男朋友 保姆的男朋友傅虎就从北京来找她了 得知女朋友在市长家做保姆 便打电话让她出来 而小霞本打算给她点钱让她赶紧走 可这个傅虎显然不是那么好打发的 很快她就发现女朋友怀孕了 并且她已经猜出了女朋友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 你知道啊 我和你早就没有关系了 没关系 现在也有关系了 想想 一个市委领导 把一个保姆的肚子搞大了 这是什么问题 是腐败 腐败 是人人都有权利监督和举报的事情 你不要想打破我走 这个事情 我有个说法 没有个说法 我是绝对不会离开身下的 保姆告诉男友这孩子是他新交的男朋友的 和市长没有任何关系 并且告诉傅虎如果他在骚扰自己的话 就要报警处理了 可机智的傅虎很快就发现了其中的漏洞 一个市长的保姆怎么可能轻易和外人接触 这可是牵涉到组织纪律与国家保密制度的事情 你打呀 你报警 你报了警 我就不用直接去纪委了 说到这 保姆也不敢打电话了 这更加证实了傅虎的猜想 而此时 郭首义也刚好路过看见保姆 准备将他带回家 傅虎一看机会来了 赶快告诉郭首义保姆是他的女朋友 而郭首义也正愁找不到黑国侠 他的男朋友就送上门来了 于是郭首义赶紧把傅虎邀请到了自己家里 两人都装模作样的胡聊了起来 安排傅虎在市委招待所住了几天后 郭首义也是来找傅虎给他说明了情况 只说是保姆趁他们不在家时认识了一个男人 随后怀了孕 但这种事如果传出去会对自己造成影响 所以想给傅虎一笔钱 让他继续做小侠的男朋友直到孩子生出来 好啊 听一听 给多少钱 四万块 怎么样 听到只有四万块钱 傅虎一脸的不乐意 但对他来说有总比没有的好 便开开心心的拿着钱走了 而这一切都被赵辉煌派出监视郭首义的楼成就看在眼里 立即对赵辉煌汇报说 有个年轻人最近经常出入郭首义的家里 赵辉煌一听这里面肯定大有文章 便让楼成就想办法接近这个年轻人 搞清楚他和郭首义之间到底是什么道道 现在是抓住郭首义的最后机会 我知道了 随后 楼成舅舅安排了手下的小姐 让他接近傅虎去套取消息 没出三两天就将傅虎戴绿帽的事搞得一清二楚 楼成就在知道了情况后 就立即向赵辉煌汇报 傅虎找了郭首义 郭首义看小霞的肚子大了 就叫这小子顶替他 郭首义还给了这小子钱 想堵住他的嘴 听到这个消息的赵辉煌直接拍手叫好 我可以做一片大文章 郭首义 我看你往哪逃 我绝对不向敲诈屈服 我就是敲诈 我工作了几十年了 从来就没有拿过一分自己不该拿的钱 我要是一拿钱 我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我要是一拿钱 就是对党和人民的犯罪 我要是一拿钱 我离枪毙就不远了 堂堂市长竟然被人公然敲诈 并且居然连话都不敢回 原来这一切都是赵辉煌为了把他拉下水设计的圈套 就在市长郭首义把小保姆的肚子搞大了以后 为了掩人耳目 决定找保姆的男朋友来做杯锅侠 并且给了他四万块钱做封口费 这一切都被赵辉煌了如指掌 随后便立即派出了手下的小姐接近傅虎 小姐三两下就将傅虎骗到了自家的赌场 然而手气臭如狗屎的傅虎 没到两个小时就将四万块钱输得干干净净 这时早在一旁看着他的楼成就一看忌讳到了 装模作样的过来和他搭话 楼成就告诉他说他可以回去取钱 明天这里照样开门 可以把钱赢回来 傅虎直接又跑到了郭首义的家里 继续向他要钱 虽然明知傅虎这是典型的无赖行为 但也挡不住傅虎明目张胆的威胁 你要是不给我钱 这绿帽子我就不戴了 小小的肚子一天天的大了起来 你呀再去找别人戴吧 郭首一两口子也没办法 谁叫自己犯下了这么大的错呢 只能把家里仅剩的四万块钱又拿给了傅虎 而不出意外 傅虎又将刚拿到的钱输得一干二净 楼成就又走过来窜挫他赶紧去银行取钱 下次一定能连本带利的赢回来 而傅虎这家伙 第二天直接来到了市委办公室 此时郭首义正在开着市常委会议 听到秘书说有人找他 心头也是突然一击灵 出去一看果然是傅虎这小子 便赶紧把他带到了自己办公室 谁知傅虎一进门就在他的办公桌里翻找了起来 想看看市长把现金都藏在哪了 可翻了半天后 却一毛钱都没找到 便大摇大摆地坐到了办公椅上 张口就让郭首义给他拿钱 郭首义只能无奈地问他想要多少 傅虎便摆了个手势 这是什么流氓语言 二十万 再给我二十万 我今天就做人 永远不跟您提钱的问题 不管什么人来找我 我一定拍着胸壶装 小霞肚子里的孩子就是我傅虎的种子 而且孩子出来了 我一定要教会他叫我爸爸 只要您需要我 我可以随时出现在您的面前 怎么样 郭首义一看这是明显的敲诈 然而傅虎也给他说明白了 自己这就是敲诈 并且今天一定要拿到钱 否则就是鱼死网破的结果 而郭首义听到这么大的数字后 也是给傅虎诉起了苦 自己为官多年向来清廉 没有收过别人一分一毛钱 因为他知道如果收了钱 那自己就离枪壁不远了 所以自己从来没向别人伸过手 现在仅有的一点积蓄 已经全给了傅虎 但紧接着 傅虎的一句话 就把郭首义的苦水全都兑回了肚子里 可你把手伸向了我的女朋友啊 紧接着傅虎又说 这绝对是最后一次 只要拿了这二十万 以后再也不来打扰他 回到家的郭首义也是万分懊恼 在身下时他也没认识几个人 怎么样才能把这二十万给拿出来呢 实在没办法的情况下 郭首义只能想到了 自己唯一的朋友赵辉煌 被赵辉煌说自己的亲戚出了点事 急需一笔钱来度过这次难关 所以想问赵辉煌借二十万 以后从工资里一点一点的给他还上 可赵辉煌哪里不知道郭首义的事 这一切本来就是为了拉拢市长精心设下的局 早就准备好了四十万 表示要给郭首义 就当是朋友之间相互帮助送给他的 像你这样的领导 多少人绞尽脑汁 想给你送钱都找不到路子 你现在有困难 找到了我没找别人 这说明了你看得上我 赵辉煌 我们说好了 这钱是借的 我一定还你的 每个月 从我和赵杰的工资里 一点点还给你 我一定还 你怎么这么客气呢 这是原则 我还没说完 你不准有条件 我 我这里能有什么条件啊 此时的郭首义并不知道 他问赵辉煌借钱的事 都被自己的老婆看在了眼里 回家后 郭首义将二十万现金原封不动地给了傅虎 傅虎拿到钱 当即表示一定会发挥 东北人城市守信的风格 以后再也不回来打扰郭首义 随后就拿着钱开开心心地 来到发廊找小姐玩 让我爽一爽 可此时 一个手持利刃的女人悄悄地推开了门 随后颤颤巍巍地走向床边 一刀扎向了男人的屁股 男人吃疼以后 从床上翻起身一把抓住了那个女人 并且夺过了女人手里的刀 你个臭年们想杀我 跟咱们谁杀谁 就在这时 身后传来了几声枪响 将男人击倒在地 原来是市长夫人在老公数次被傅虎勒索后 心声不满 便悄悄地跟上了傅虎 想把那二十万再抢回来 谁知却差点被傅虎反杀 危急时刻 楼城就挺身而出 就吓了市长夫人 随后试探了一下男人还有气 便又裹了几枪 让男人彻底没了生机 紧接着又拿出几万块钱 给那个发廊小姐 告诉她今天的事情 给谁都不许说 并且让她拿着钱离开山下时 此时的市长夫人 已经吓得猛低了 还让楼城就赶快报警 楼城就大喝一声 指住了市长夫人的哭声 随后告诉市长夫人 现在只有一条路 就是消灭一切罪证 这个事情根本就没有发生过 这个家伙消失了 他跑了 他让小霞怀了欲 怕承担责任跑了呀 大姐快呀 赶紧的帮帮忙 把这里都收着干净了 快呀 还处于猛逼状态的市长夫人 只好按着楼城就的话 收拾了犯罪现场 随后楼城就也不断安慰她 这件事只要她不说出去 那就没人知道 一切都会死无对证 而惊魂未定的市长夫人 回到家后 直接晕倒了在了楼梯上 郭首义急忙把她送往医院 到了医院的夫人 就像受了很大的刺激一样 一句话都不和郭首义说 而此时 赵辉煌带的礼物来探病了 夫人看到赵辉煌后 更是吓得用被子蒙住了头 而赵辉煌还装模作样地 问郭首义嫂子 究竟是得了什么病 可郭首义只说是身体不然不适 并且还告诉赵辉煌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自己就先走了 赵辉煌却突然说了一句 郭首义也被这句话 搞得一脸猛逼 不知道赵辉煌说的 到底是什么意思 还以为他是说 借给自己二十万的事 表示如果现在要的话 自己立刻就借钱给他还上 可赵辉煌却只是微微一笑 从自己的包里 拿出了一把带血的匕首 告诉郭首义 这把刀是从一个市长夫人手里拿到 一个市长因为跟一个保姆有个孩子 所以保姆的男朋友 要来敲诈这个市长二十万元 而这二十万元呢 是从一个企业家手里借的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 市长的夫人发现了这 她非常痛恨这个保姆前任的男朋友 三番五次地去敲诈他 于是他将把二十万追回 他就杀了这个保姆的男朋友 用的就是列马头 紧接着 赵辉煌告诉郭首义 这只是一个故事 但是他也有可能成为事实 一旦成为事实的话 那就是重大的刑事案件 会将一个围观多年的领导干部 所有的荣誉毁于一旦 而郭首义听完后 并没有把老婆杀人的事当真 而是感觉赵辉煌在政治讹诈他 但赵辉煌却直接又拿出了 已经死去的父虎的照片 郭首义看到先是吃了一惊 又急忙掏出了自己手机 准备给公安局打电话 谁知夫人却突然从旁边的房间冲了过来 一把夺下了郭首义手中的手机 郭首义问他是不是真的杀人了 而夫人却又一次哭着晕倒了过去 在被送往急救室后 赵辉煌又安慰起了郭首义 再一次强调刚刚说的只是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只有很小范围内的人知道 大家都是朋友 所以自己肯定不会出卖朋友 把故事告诉别人的 你在想什么呢 我考虑是不是去公安局的问题 你怎么还想不通呢 我说的只是个故事 我想顾问那个市长 他绝对不会去公安局自首的 他更不会去什么纪律检查委员会 去把事情说明白的 我想顾问那个市长 离去公安局或者是纪录 好了 老夫就会被判刑 很可能被降低了 他跟保姆有孩子的事情就会暴露 党纪政绩甚至法律都在等着他 他得到什么呢 什么都失去了 一切都失去了 他由一个人民的功臣变成了人民的罪人 他所有的荣誉都失去了 他所有远大前程彻底的失去了 永远都失去了 他不会这么做的 不会的 是不是 听完这番话 郭首义也冷静了下来 这时候他也明白了赵辉煌从一开始接近自己 让外甥女给自己当保姆 全都是赵辉煌的阴谋 只恨自己没能把持住 最终掉进了赵辉煌的圈套 而赵辉煌此事也不装了 你知道就好 随后 赵辉煌又将郭首义打给自己的那二十万欠条烧毁了 并且告诉他父虎的尸体已经被自己处理的一干二净 让他永远不用怕这个故事被别人知道 但是现在有一件事需要他帮忙 我让你支持我的建议 让深夏彩虹集团破产 我要购买他 原来你就是他们包围我的第一道包围圈 是不是 你还向赵辉煌出外了我们侍卫师傅的什么机密 你这个小人 就在赵辉煌成功拿下市长郭首义后 市委书记郑亦然身边几乎所有人都已经成了赵辉煌的朋友 郑亦然也陷入了孤军奋战的局面 市委一有什么风吹草动 赵辉煌总能第一时间收到消息 这天 郑亦然的弟弟来深夏市探望他 出手就给他送了一身价值三万块的西装 郑亦然知道弟弟身为一个下岗职工 不可能有那么多钱买这么昂贵的西装 便立刻询问弟弟是从哪来的钱 而弟弟只是说自己最近做了点生意赚了点钱 你做什么生意啊 你老实告诉我 你是不是在我的背后利用我的关系 或者打着我的旗号搞什么乱七八糟的名堂啊 虽然弟弟一再说自己开公司赚的钱 可郑亦然却隐约觉得他这个钱肯定是来路不正 便让公安局长周虹宇去查一查 弟弟的公司到底做的是什么生意 而经过周虹宇的调查 弟弟虽然注册了十几家公司 可其实全都是空客公司 并没有实质性的经营什么产业 郑亦光和我市所属现的一个税务局 负责购职增值税发票的税务人员 邱大力勾结在一起 虚开增值税发票 我们掌握的情况是 郑亦光虚设公司开出了虚假增值税发票 不会小于一个亿 听到这么大的金额后 郑亦然一下就猛了 然而作为党和国家的干部 郑亦然并不打算包庇自己的亲弟弟 命令周虹宇立即去抓人 仅一晚上 有关郑亦光虚开增值税发票的相关人员 就全部落网 只有那个提供信息的 邱大力提前收到了通知 逃往了加拿大 而不出所料 这个案件的幕后主使还是赵辉煌 可是抓不住邱大力 就不能证明这件事和辉煌集团有任何关系 郑亦然没想到 腐败的土壤都已经蔓延到了他的家里 天知道身边还有谁是自己的敌人呢 而就在这天 郑亦然召开市委会议商量继续为彩虹集团注资的事情时 秘书谷亦凡突然进来找他签字 然而眼睛却一直在往郑亦然手里的文件上看 被郑亦然察觉后立即将视线转移到另一边 而郑亦然也察觉到了秘书有一点不对劲 让他在办公室等自己 自己一回过去找他 而谷亦凡一回到办公室 果然是立即拿起电话向照辉煌汇报起了郑亦然关于彩虹集团的消息 郑说着 郑亦然突然进来了 将谷亦凡手中的手机吓得掉在了地上 郑亦然帮他捡起手机 一个电话突然打进来 这个号码也非常顺 让郑亦然一下就记住了 把手机还给谷亦凡后 谷亦凡却慌张地挂掉了电话 这更让郑亦然感觉到自己的秘书有大问题 而这个八条八的号码也不难查 在身下是能用得上这个号码的也没几个人 郑亦然很快就知道了这个号码的主人是赵辉煌 并且根据调查 秘书谷亦凡和赵辉煌的通话频率还不是一般的高 知道事情暴露后 谷亦凡也吓傻了 你是不是把我叫你查郑亦光的事情 同风报信给了赵辉煌 于是赵辉煌就布置了邱大力的出逃 这样就掐断了邱大力和赵辉煌 以及赵辉煌集团的一切联系 谷亦凡听到后一下瘫倒在了地上 而没意会 他又理直气壮地站了起来 责怪起郑亦然 这些年他一直都在郑亦然身边做事 他想提拔可郑亦然从来都没有给他机会 本来他是可以到一个区去做去长的 然而郑亦然就这样一直把他拴在身边 胡亦凡 看来你从来就没在思想上入过党 我们从入党的那一天起 就把生命交给了党 就准备为党的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 我们入党不是来老好处 不是向党要官要福利的 而是来奉献的 我们对党来说 只有奉献没有作举 任何一个想要向党作举的人 都应该早早断了这个念头 不要参加共产党 你这个小人 你给我到看出所 去把问题讲清楚 说罢郑亦然就拿起电话打给纪委 古亦凡此时还想再求郑亦然给他一次机会 然而却遭到了郑亦然的严厉呵斥 这时 古亦凡突然冲出房门 追过去时 古亦凡已经到了天台 纵身一跃跳了下去 古亦凡为罪自杀后 又一个能追查盗赵辉煌的线索就这样断了 郑亦然为自己工作上的失差无比傲慢 然而另一边 赵辉煌却在高兴地拍手叫好 郑亦然弟弟的事情 本来是自己用来搞垮他的一枚妻子 却被郑亦然大意灭亲自己引爆了 那么此时 就必须得点燃另一颗炸弹 让郑亦然彻底捣造 郑亦然老婆的事情 要不要赶快抛出来 这颗子弹 还是我们自己发出去的比较好 要是让郑亦然自己打出去 我们又要失算 这样我再跟他谈一次 谈一次白 如果他还不给面子 我们就重拳出气 赵辉煌 我问你到底怎么牵起手来 我希望你顺应潮流 让深夏彩虹集团破产 不要拿这件事情 给我讲大道理 大道理 我比你赵辉煌懂得多 我现在问你的事 我个人能懂得什么好处 自从郑亦然将自己的弟弟 大意灭亲 古亦凡也自杀后 赵辉煌用来对付 郑亦然的棋子又少了两颗 然而赵辉煌手上 还有最关键的一步棋 那就是郑亦然的老婆吴玉梅 只要将这颗棋子抛出 就一定能将郑亦然拉下马 所以赵辉煌决定 最后再对郑亦然贪一次牌 前不久 郑亦然就在无意中发现了 妻子包里放着200万的纸票 经过询问 妻子却说是别人让他帮忙带回省城的 紧接着 他又问起妻子 最近总是往身下市环保局跑 到底是什么原因 妻子只说是身下环保局 向省财政厅申请了一笔环保治理资金 由于老公平时工作忙 所以就没有给老公汇报 郑亦然虽然感觉到了妻子有些不对劲 但也不敢往深处想 只能敲打敲打妻子 不要做收受贿赂这种违法乱纪的事情 而没几天 赵辉煌就将郑亦然单独约了出来 两人第一次的公然交锋正式拉开了帷幕 赵辉煌先是礼貌性地夸了郑亦然几句 为他大义灭亲和刚正不阿的人格表示由衷敬佩 然而郑亦然却根本不吃这一头 今天赵辉煌把自己约出来那肯定是有事 所以让赵辉煌就不要再绕圈子了 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出来 而赵辉煌却反问郑亦然 赵辉煌很难闷 为什么郑亦然就不能和自己携起手来共同做事 按理说像自己这么优秀的民营企业家 那肯定是政府需要团结的重点对象 但为什么郑亦然都已经来到深夏世半年了 就不团结自己这股力量了 站在你面前的这个人 就是群众一分子 属于团结的力量 那要看你是不是真正合法经营 还要看你有没有违反法律的事情 然而赵辉煌直接就说郑书记这是在戴着有色眼镜看人 自己向来都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希望可以和郑书记携起手来 让深夏世变得更好 你说说 怎么个携起手来 你是怎么想的 赵辉煌 我问你到底怎么携起手来 深夏彩虹集团立刻破产 然后拍卖 你一直都很关心深夏彩虹集团 是的 天下兴亡 匹父有责 而此时的郑义然却还是坚持自己的原则 不让国有资产流失 赵辉煌看着油盐不尽的郑书记 也只能交代出自己的底牌了 每个人都生活在现实的社会 就是你的家人 未必你也彻底的了解 夫妻反目 妻子背着丈夫做什么意外的事情 这都很难说啊 话说完赵辉煌就想离开 可郑义然却又叫住了他 认为赵辉煌这是在威胁自己 并且告诉赵辉煌 政府一旦掌握了他的犯罪事实 那就一定会将他绳之以法 两人的这次交锋可以说是不分胜负 但郑义然知道自己老婆有这么大的挂 怎么能不上心呢 于是急忙赶往省城 到老婆的单位来找他 质问妻子究竟有没有事瞒着自己 如果真的有收受贿赂的行为 现在去纪委自首还来得及 可吴玉煌却依然嘴硬地不承认自己收受贿赂的事 而与此同时 政府的各单位都收到了匿名信举报吴玉煌受贿 并且购买了豪宅别墅 于是检察院立即针对吴玉煌展开了调查 果然查出了吴玉煌的房产证和大量现金 此时 吴玉煌还躲在卫生间烧毁自己的犯罪证据 郑毅然破开卫生间门后 看到了烧了一半的存折 才知道妻子原来真的受贿了 让妻子赶快去检察院自首 可一切已经来不及了 检察院的人已经到了他家 将吴玉煌逮捕归案 至此 郑毅然身边的所有人都已经被赵辉煌以各种手段拉下水 而郑毅然本人也因为自己的弟弟和老婆的问题 被省委通知暂停一切职务 回省城述职 深夏市的一切工作由市长郭首义主持 而郭首义和副市长李子涛这两个资本家的走狗 立即就按照辉煌的意思开始安排彩虹集团破产收购的事 先是在集团两个月发不出工资的前提下 让赵辉煌已入股的形式借给彩虹集团3000万 使其名正言顺地成为了彩虹集团的股东之一 随后又给集团创造种种障碍 造成集团走向了破产的局面 成功进入拍卖环节 而不出意外 作为深夏市最优秀民营企业家的赵辉煌 以很低的价钱就拍下了彩虹集团 郭首义本想着如果彩虹集团能在赵辉煌的手下七死回生 不让那5000多名在港职工下岗 即便围着自己的良心主导了这次破产 那也应该是为深夏市人民做了一件好事 然而赵辉煌从一开始打算收购彩虹集团 就不是为了今年 他早就和香港的一名理性房地产开发商商商量好了 原来是李老板从两年前就看上了深夏彩虹集团这块地 但因为彩虹集团是国有资产 所以前任政府领导一直不同意将地卖掉 而现在彩虹集团出让给了辉煌集团 那么由赵辉煌将这块地再转让给别人 就是完完全全的市场经济了 和国家没有任何关系 经过谈判 李总同意了赵辉煌的收购价格 不过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条件 我们一定要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 没有他们的支持 我们今后的工程就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麻烦 而且今后的商业也不好做 而赵辉煌当即就表示这都是小问题 自己马上就去找市委主持工作的领导商呀 谁知道了郭首义这里后 郭首义却又变成了那个正直的共产党员 张口就说这件事绝对不行 你仔细想一想 我们这样大张旗鼓地宣传这次企业改革 我们要你来操作这样一个企业 说实在话 我们都是冒了风险的 可你却在收购这个企业不到一个月 就要改宣更张 不继续经营 还要把设备和土地使用权转让给香港人 叫香港人来投资房地产 那么我问你 这么多工人怎么办 我们怎么向全市六百万人民 全省八千万人民交代呀 赵辉煌 你做得太明显了 你这是把我 把支持你的人往火山上推呀 郭首义这是怕赵辉煌倒卖国有资产 这件事做得太明显了 从而会把自己这个当市长的牵扯出来 让别人说他们官商勾结 最后落不到一个好名声 便劝赵辉煌先将集团经营五年 等五年后他想怎么转让就怎么转让 到那时任何人都不会说他们什么 可赵辉煌却满脸的不乐意 如果将这么个破败不堪的场子经营五年的话 自己早就赔的裤衩都不剩了 并且不是天天都会有乡党集团来买这块地 这次机会一旦错过 就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去了 所以这次转让彩虹集团的土地 天王老子来了都管不住 然而此时的郭首义似乎已经忘了自己 还有把柄捏在赵辉煌的手里 直接和赵辉煌硬钢了起来 打死他都不让赵辉煌转让彩虹集团 赵辉煌一看锅首义软的不吃 那就只好上映的了 直接就从包里掏出两样东西 这是赵杰杀死父母用的刀 上面有他的指纹 这是一张医院医生的诊诞书 证明小霞怀上你锅首义的孩子 是个男孩 这个文件是我转卖身下彩虹集团的报告 你选择吧 我要你立刻做出选择 在赵辉煌逼迫郭首义的同时 我给兄弟们推荐个好东西 如果你单身又喜欢玩的 试一下左下角这个 带你体验江南女友的婉约 穿与女友的火辣 宝岛女友的娇柔 西域女友的热情 多种类型任你选 左下角现实开放 赶紧试试吧 郭首义其实并没有选择的权利 只能在第二天召开市委会议 并且换了得乐观一点的说法 只说是现在深夏市经济要腾飞 那就必须学习其他城市引入外部资金 还让李子涛也添油加醋地 给常委们说了一遍引入外资的好处 最后才把话题抛到了香港人 要在彩虹集团那块地上投资开发的事 并且给常委们画起了大饼 表示香港人会将100亿美金 投入到深夏市的建设上 到时候不光是经济有了全面发展 还能带动几十万个就业岗位 市委们听到后也是开开心心地 通过了赵辉煌转让彩虹集团的提议 而做完这件事后 郭首义感觉自己彻底变成了一个罪人 他想要彻底摆脱掉赵辉煌这个恶魔 于是便来到怀孕的保姆小霞家里 给了小霞一个大大的拥抱后 让小霞先去做饭 而自己在卧室拿出安眠药大口地吞了下去 他是想用自杀这种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罪孽 而在小霞做好饭后 却发现郭首义已经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了 于是赶紧给赵辉煌打电话 赵辉煌过来后 看到地上的安眠药瓶子也是无比恼怒 现在宋医院恐怕已经来不及了 于是他让小霞将郭首义扶起来 自己则是用拳头猛击他的肚子 挤拳下去后 郭首义还真就把安眠药全都吐了出来 紧接着 赵辉煌又开始安慰起了郭首义 您要是这么死了 您在身下这一丑万年呢 男人生为曹姐死为枭雄啊 孙燕 为了我们的未来 我们我也说 好吗 好 你他妈的找我谈话 你还带着保镖来 你编那么多故事想干什么 想多钱吗 想坐我这个位置吗 这公司是谁手干起来的 我来让位 你敢坐吗 赵辉煌最忠诚的两个小弟 竟然带着手下来逼宫 是谁给了他们两个这么大的胆子 原来是赵辉煌在机场偶遇化 名许梦沉的张小丽后 一下子就被面前这个 有着独特气质的女人吸引住 而向来不尽女色的赵哥 竟然对这个女人 展开了疯狂的追求 甚至在收购了彩虹集团后 还把张小丽请到公司 做了财务总监 但她根本不知道张小丽 回国的目的 就是为了调查她父亲的死 陷入温柔乡之中的赵辉煌 丝毫没有察觉到张小丽 正在调查彩虹集团的案子 而手下楼城就却是数次 发现张小丽在悄然跟踪他们 觉得张小丽这个女人 肯定不对劲 向赵辉煌反应 却反而被骂了一顿 赵辉煌不允许有任何人 侮辱自己的女人 楼城就也只好 信信地给赵哥道歉 表示以后再也不会有 对嫂子不敬的言语 而在私下里 楼城就却越看越觉得 张小丽这个女人可疑 便安排自己的手下 私下去美国调查 张小丽的真实身份 而张小丽的另一个朋友 梁星浩在知道这件事后 也是立即找美国的朋友帮忙 将张小丽的一切身份证明 都换成了她现在 所使用的名字 虚孟臣 得知张小丽一切身份 都正常地楼城就气地 不打一出来 于是 楼城就又暗地里 派人潜入张小丽的家中 看看能不能找到 证明张小丽身份的线索 而手下也是在 张小丽的书桌里 翻出了一些东西 我已经找到了 虚孟臣的护照 在美国的绿卡 在美国的社会保险卡 上面的名字 全部叫张小丽 然而就在手下 刚准备离开张小丽房间时 背后突然出现 一个黑衣人打晕了她 将她身上 关于张小丽的一切资料 全都换了 手下回去交差时 护照上明明白白地写的是 关于旭孟臣的一切资料 楼城就气得当场 就要杀掉这个手下 手下也只好给楼城 就讲了自己被打晕的事 楼城就知道 这一定是有人在暗中 帮着张小丽 但是现在没有关于 她身份的确切证据 她也不好貌然地 去跟赵辉煌汇报 自己在调查张小丽的事 而此时 赵辉煌对张小丽的信任程度 已经达到了顶峰 甚至将公司 所有真实的账目 全都交给了张小丽 这让楼城就越发不放心 如果这些账目 交到政府手上的话 他们有一百个头都不够杀的 现在 楼城就和冯大庆两人 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为了这么多年打下来的江山 他们两人也只好 硬着头皮 去找赵辉煌说明情况 赵辉煌也没想到 这两个人过来 会带这么多的保镖 还以为他们俩是要过来造反逼宫 但仍然稳如泰山地 让他们俩说到底是什么情况 楼城就和冯大庆相互对视一眼 这才颤颤巍巍地给赵辉煌说 赵果 赵辉煌一听楼城就又在说自己的女人 当时火气就上来了 准备干掉这个不识好歹的家伙 好在冯大庆及时拦住 赵辉煌才同意楼城就继续往下说 而楼城就也继续说了自己派人调查张小丽的事 并且偷了他的证件 可以证明这个叙煌城就是死去的彩虹集团老总 张天白的女儿张小丽 赵辉煌让楼城就拿出他所说的证件来 可问题是现在就是拿不出证据 所以楼城就才会着急 然而此时的赵辉煌已经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他相信以自己的眼光和智慧 肯定不会看错一个女人 自己的这两个手下估计是要另立山头 所以用张小丽的事情来欺骗自己的 我真没想到 我的公司 我的朋友 我的兄弟 都是些编故事的好手 楼城就冯大庆 我对你们俩拿点差 看 你楼城就自己的手里 有两个叶总会和桑达 你冯大庆自己手里 有两个大的游戏城和赌场 你们还想要我集团的全部股权吗 楼城就 楼总经典 你想另立山头 我不反对 我明天就可以跟你结算 我们集团给你的股份 楼城就这一听才慌了 他也知道以自己的本事脱离了赵辉煌 那么肯定什么事都干不成 于是又急忙向赵哥求情 表示自己对集团对赵哥是忠心耿耿 以后再也不提张小丽的任何不舍 而看在楼城就诚心诚意认错的份上 赵辉煌也是原谅了楼城就 但实际上 他已经对这个三番四次侮辱自己女人的手下动了杀心 就在楼城就将张小丽化名 虚孟臣的事告诉赵辉煌后 赵辉煌虽然不信 但心里却不免产生了疑虑 毕竟自己最忠实的手下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地和自己对抗 于是赵辉煌便开始注意起了张小丽 在他偶然间发现张小丽在复印室偷偷复印文件时 刚想过去查看 张小丽却反常地抱住了他 要知道赵辉煌虽然在一直追求他 可从来没有过什么亲密的举动 这让赵辉煌心中更加怀疑楼城就说的可能是真的了 于是 赵辉煌趁着带张小丽去玩保龄球的机会 借口自己去买饮料 回来时故意喊了张小丽这三个字 没想到张小丽竟然随口就答应了出来 这一刻 得知自己心爱的女人一直在骗自己 赵辉煌的心都碎了 而后 赵辉煌将张小丽带到了车上 一把就掐住了她的脖子 问她到底是不是张小丽 我让你说实话 你是张天白的女儿 你都生下来干什么 你都干了些什么 说 我让你回答我是还是不是 此时 张小丽也只好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并且告诉赵辉煌自己回身下 是来调查她父亲的死因的 谁知听完张小丽的话 赵辉煌却笑了出来 你终于说实话了 这让我放心 那说明了你还信任我 是不是 爱情的魔力最终还是战胜了自己对她的一切猜疑 如果张小丽骗自己的话 那赵辉煌一定会让她死无全失 但是听到张小丽说实话 赵辉煌还是决定了原谅这个女人 只要自己能为张小丽证明她父亲的死是真正由于情杀引起的 那么即便她是张小丽自己也会深爱着她 第二天 赵辉煌就带着张小丽来找到了主管司法的市长李子涛 李子涛也向她证实了她父亲的死确实是因为包裳引起了情杀 为了让她更加放心 又找到了公安局长周鸿宇 周鸿宇更是拿出案件所有的卷宗来给她看 同样证明了她父亲的死因 可张小丽并不知道 这一切都是赵辉煌安排给自己看的 在身下事赵辉煌已经将商场和官场全部玩弄在自己掌中了 而在看到张小丽的戒备心已经全部放下后 赵辉煌又一次开始了对她的表白 我现在在想啊 我不但要承担爱你 保护你的责任 我也要把你父亲母亲那份责任承担起来 当然赵辉煌还是得要敲打一下张小丽 让她千万不能骗自己 如果某一天发现张小丽还有欺骗自己的事情的话 那么自己也不会放到她 像你这种美丽的女孩子 如果没有了生命 没有了呼吸 小梁 我真诚意在你 如果有一天 你骗了我 令我干什么事情 甚至把我毁了 我也在成熟 这爱情 难道就是一种 苦难的承受吗 如果曾经 曾经伤害了你 那么 就令我的全部生病 来不得 而这一次的交流 也让两人彻底的敞开了心扉 正式确定了恋人关系 可另一边 楼成就还是没有听进去赵辉煌的劝告 私下里依然在派手下跟踪张小丽 说什么都要调查出张小丽的马脚来 就在张小丽这天又在复印公司资料时 楼成就派出的人就在窗户外面监视她 而张小丽也突然收到一封邮件 告诉她复印室有人监视 张小丽立即来到复印室拉开窗帘 那人却突然受惊掉了下去 当场摔死在了楼下 而在警方赶到后 也是按照赵辉煌的意思 将这起案件定性为了入室盗窃未遂造成失足坠楼 可在把警察全都送走后 赵辉煌却恶狠狠地朝着楼成就瞪了一眼 因为他心知肚明死的那个人 就是楼成就的手下 而这也让赵辉煌对楼成就的杀心更猛了 这个男人经营着身下室最大的夜总会 但却总是客扣手下小姐的台费 这让一个小姐终于忍不住了 决定要把她夜总会组织卖淫的是曝光 于是便在自己的小包里偷偷装了一个摄像机 打算出台的时候把证据录下来向警方举报 可小姐的这一行为马上就被楼成就知道了 派手下偷偷查看小姐的包时 果然发现了摄像机 而楼成就也当即决定要干掉这个小姐 来保住自己违法乱记的秘密 便在小姐下班后对其展开了追杀 而此时 电视台记者苏盈盈恰巧将车停在路边 看到了这一幕 逃跑的小姐同时也看到了苏盈盈 自己反而被车撞死了 苏盈盈拿到相机后 打开看到是楼成就夜总会非法卖淫的证据 立刻给郑亦然打去了电话 而就在郑亦然把这件事向省委汇报后 省委也是决定立即对楼成就实施抓捕 并让被停职的郑亦然重新回到生下室主持工作 而在座的 只有李子涛在不停地擦着冷汗 如果楼成就被抓把赵辉煌供出来 那么自己也是必死无疑 在回去的路上 李子涛立即用短信向赵辉煌报告了楼成就即将被捕的消息 赵辉煌收到情报后 立即找来了冯大庆 打算让他去收拾掉楼成就 可冯大庆在听到这个消息后 却和赵辉煌唱起了反调 他们几个当了二十几年的兄弟 甚至可以说比亲兄弟都要亲 可是赵辉煌现在的想法居然不是让楼成就跑路或者救他 而是要对他下杀手 这让冯大庆接受不了这样的决定 我是不忍心下手啊 那都是兄弟啊 十几年几十年的兄弟啊 这比杀我亲兄弟还要亲的亲人呢 糟糕我今天倒一定要问一问 吴岳静也算是我的兄弟朋友 对他的死我一直不服 我一直很纳闷 吴岳静是谁派凯子去杀的 而又是谁杀的凯子的 吴岳静的老婆是谁派人灭掉的 无论是吴岳静还是今天的楼成就 那都是兄弟 为什么要这样狠心啊 你今天派我去灭掉楼成就 明天就可以派人灭掉我呀 此时虽然冯大庆和自己对着赶 但赵辉煌还没残忍到打算干掉他的地步 只是让他赶紧滚蛋回去好好想一想 而这之后 冯大庆直接来找到了楼成就 让他赶紧跑路 可楼成就还是偏执地认为 自己已经把所有的事情搞干净了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和赵哥重新建立好关系 眼看怎么劝楼成就他都不听 冯大庆也已经人之意尽了 只能让他自己多保重 而接二连三的坏消息也让楼成就倍感疲惫 立即给手下打电话让给自己安排两个女人 我要休闲一下 就在楼成就休闲的时候 周虹宇亲自带队 来到夜总会抓捕了他 然而在对楼成就进行审讯时 他却相当讲义气 关于辉煌集团和赵辉煌的所有事情都只字为说 但另一边的赵辉煌却还是不放心 毕竟楼成就知道公司的情况太多了 只要他不死自己就睡不了安稳觉 于是赵辉煌便叫来了李子涛 给了他二十万美金 又给了他一粒情话甲 让他把这个情话甲交给楼成就的老婆 然后带给监狱里的楼成就 而这粒情话甲就被藏在了一管牙膏里送进了街 就在李子涛对楼成就进行提审时 千方百计的暗示楼成就关于牙膏的事 你的嘴怎么这么臭啊 我看你在接受法律严惩的时候 把你的牙齿也要刷干净 楼成就顿时就明白了李子涛说的刷牙是什么意思 到了晚上楼成就看着那管牙膏 也是做出了决定 楼成就立即给看守的玉井说自己要刷牙 晚上不刷牙会难受的睡不着 并且说只要让自己刷了牙 明天就把一切都招供了 而玉井也没多做怀疑 待楼成就来到了洗手台 而楼成就直接将混合了情话内的牙膏抹在了自己牙上 与此同时 周鸿宇也回想着审讯时李子涛说的话 瞬间也反应过来了 立即掉头回看守所 但一切已经来不及了 楼成就的口鼻已经流出了毒血 皇帝叫我死 我必须死 我死 也是终才人 谁是皇帝 谁是皇帝 抄地板的打毁我 我是疯了 是你 就在赵辉煌设计杀死牢里的楼成就后 警方和政府已经心知肚明李子涛就是赵辉煌的走狗和保护伞 但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据 所以只能任凭李子涛信口赐黄 而赵辉煌这边也是装模作样的为楼成就举办了葬礼 更是口口声声的要为楼成就送给 然而楼成就是怎么死的冯大庆太清楚了 他们在赵辉煌手下干了将近二十个年头 太了解他赵辉煌的毒辣手段了 于是冯大庆端起酒杯 大口大口地喝着伤心酒 为他兄弟的死感到难过 而后一口喝下半瓶白酒 开始发泄起了心中的不满 王八蛋 这个人要是敢说出是他自己杀的老成就 我非要跟这个王八蛋拼个你死我活 而冯大庆凶狠的眼光直接对准了赵辉煌 随后又把另外半瓶酒喝完 指着赵辉煌开始骂他滥杀无辜 而此时 小六子看冯大庆居然敢这样和赵哥说话 直接用枪对准了他的头 然而冯大庆却不管不顾继续宣泄着心中的不快 而眼看小六子准备干掉冯大庆 赵辉煌却拦住了他 让他先出去 自己和冯大庆聊聊 而冯大庆则是继续一个劲地指着赵辉煌骂 这下把赵辉煌的杀心击起来了 掏出手枪就准备干掉冯大庆 谁知冯大庆也突然发了狠 一台手竟然跟赵辉煌抢夺起了手枪 好在小六子及时进来控制住了冯大庆 冯大庆走了 赵辉煌也落了个重判亲离的下场 唯一肯跟在他身边的 就只剩下一只仰慕他的小六子了 然而赵辉煌还是不知悔改 任凭外面天塌地陷 他还是一直沉迷在爱情的美妙之中 此时张小丽也怀孕了 赵辉煌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在了为他举办婚礼上 甚至还将自己办公室保险柜的密码告诉了张小丽 然而张小丽的心思却还一直在为父亲报仇上 通过他与楼成就老婆的接触 早已知道了赵辉煌就是杀害他父亲的幕后真凶 而在张小丽拿到密码后 就趁夜里偷偷来到了赵辉煌的办公室 他现在已经得到了赵辉煌集团的真实账目 现在要找的 则是赵辉煌卖掉彩虹集团获得的那7000万美金的银行账号密码 一番寻找后 最终在赵辉煌的电脑里查到了信息 张小丽也是立即用笔在自己的化妆镜后面记录了下来 随后逃到了他的好友良心号这里 而小六子也是发现了楼成就老婆和张小丽接触的证据 还从他手里得到了一份检举赵辉煌的信 便立刻来向赵辉煌汇报了情况 而至此 赵辉煌还不相信自己深爱的女人会这样的欺骗自己 但是张小丽的失踪就是最好的证据 第二天 在偌大的结婚礼堂里 只有赵辉煌一个人孤零零地站着 他所相信的爱情竟然会把他带上一条死路 而他不知道的是 被他赶走的兄弟冯大沁已经在暗处拿枪对准了他 准备为死去的楼成就报仇 周红于此时却在背后打晕冯大沁 将他带回警局 看能不能逃出关于赵辉煌犯罪的证据 然而冯大沁虽然恨赵辉煌 却也秉承着江湖一起 什么都不肯说 赵辉煌晚上回到房间后 拿着给为出生的孩子准备的衣服 眼泪都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此时的他突然想到一件事 于是急忙拿出手机给小六子打去电话 正如赵辉煌所料 此时的张小丽已经来到妇产医院 赵辉煌黑恶势力的保护伞终于落网了 就在张小丽偷了赵辉煌的资料消失以后 赵辉煌派出所有人手在全市范围内搜寻张小丽的踪迹 而此时的张小丽却还没有将赵辉煌的犯罪证据交到检察机关 而是去医院打掉了他们两人的孩子 然后在良心号这里安静地躲了起来 愤怒的赵辉煌也是不再相信什么爱情了 亲手撕掉了房间内所有张小丽的照片 而李子涛这时已经感觉赵辉煌的帝国快要崩塌了 现在必须得采取一切手段进行补救 于是开始忽悠赵辉煌 这一切都是郑亦然来到身下事以后才发生的 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郑亦然 赵高 你不是一直号称有三把刀子吗 金钱 女人 枪 现在我发现两把刀子都对郑亦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给我找个人来 我要最狠的 从来没有暗底的 要清白的 赵辉煌此时也失去了理智 打算先干掉郑亦然 随后他就找到了一个号称独眼狼的杀手 让他先杀掉郑亦然的女儿郑亚亚 然后再杀郑亦然 独眼狼拿到钱后立即来到了省城 而此时被周虹亦抓到的冯大清也扛不住了 交代出了一些事情 周虹亦也不敢掉以轻心 立即组织人手前往省城保护郑亚亚 而独眼狼这边已经找到了正在春游的郑亚亚 策略性地先忽悠了一个男孩 那外有个叫郑亚亚的女孩 你把这束花交给她 来一百块钱小费买几个变形金刚碗 好的 你是谁呀 哦 我是她爸爸的同事 她爸爸找她有事 你叫她过来一下 我在车上等她 郑亚亚收到花后也是独自走向了车旁 就在独眼狼准备动手的时候 周虹云带着人赶到 可独眼狼却并没有逃跑 而是准备发挥一个优秀杀手的素养 开着车撞向了郑亚亚 将她撞倒在地后 又再次发动车辆打算将她压死 好在周虹云及时出现 击毙了独眼狼 而郑亚亚经过抢救 虽然生命没有危险 可被撞断了脊椎神经以后再也站不起来了 而此时的赵辉煌已经杀红了眼 又准备对省城的记者苏盈印下手 当初要不是苏盈印将录像带送到了省城 楼城就也不会被抓 并且苏盈印还拍了一系列 对辉煌集团不利的片子 于是赵辉煌将杀死苏盈印这件事 交给了小六子 但是李子涛这根墙头草眼 看赵辉煌大势一举 又开始向郑亦然靠拢 将这件事的情报出卖给了郑亦然 郑亦然也是立即安排 警力保护苏盈印的安全 就在小六子刚准备朝着苏盈印开枪的时候 周虹宇带着大批警察冲出 包围了小六子 与此同时 郑亦然又从其他渠道 获得了能给赵辉煌定罪的关键证据 于是立即决定对赵辉煌的辉煌集团 所有犯罪人员实施抓捕 此时郭首义的老婆也来政府自首 交代了郭首义帮助赵辉煌收购彩虹集团的事 并且周虹宇还得到了更加耸人听闻的情报 李子涛听到后立即借口上厕所走了出去 来到卫生间发短信通知赵辉煌快跑 可从卫生间出来后 面对他的却是人民警察的枪口 而李子涛却还镇定地问他们这是干什么 自己可是副市长 政法委书记 李子涛还想再做狡辩 但法律却丝毫不会再给他机会 一双冰冷的手铐带到了他的手上 而针对赵辉煌的抓捕行动 也拉开了帷幕 赵辉煌在收到李子涛的信息后 却并没有第一时间逃跑 而是乔装打扮来到了张晓丽的住所 面前的一切都让他感到又爱又恨 此时即便是久入惆怅 也无法了断他心中的痛苦 第二天 赵辉煌来到了张晓丽常买眼镜的眼镜店 买下了张晓丽平时所带度数的所有隐形眼镜 并且还向店员打听到了有一个女孩 前两天还过来买过同样度数的眼镜 由此 赵辉煌确定张晓丽还没离开深夏时 而在眼镜店门口堵物私人时 果然看到了过来买眼镜的张晓丽 赵辉煌便下车出现在了张晓丽身后 用枪抵住了张晓丽 然而赵辉煌却并没有杀掉张晓丽 而是将他带到了一处民房 斥责张晓丽不该杀死自己的孩子 并且一直在欺骗一个从灵魂深处爱着他的男人 然而面对这个问题 张晓丽只是轻飘飘地说了一句 你知道你是谁吗 我是谁 杀人犯 张晓丽告诉赵辉煌 从一开始接近他就是为了调查杀死他父亲的凶手 并且曾经发誓一定要亲手将这个凶手送上法庭 而此时的赵辉煌却还幻想着他们之间曾经产生过爱情 至少之前在一起的时候 对他付出的感情都是真真切切的 张晓丽一直都没有将那些犯罪证据交给检察院 那肯定是心里还有自己的 然而这一切也只是赵辉煌的幻想 张晓丽只是说赵辉煌对他是虚情假意 自己是沉迷在了赵辉煌的物质力量中 并没有真正的产生过感情 我的虚情假意 我没想到 你用这种词来理解我对你的真心真情 你是不是个没钱没费的女人 你想要什么 我什么都给了你 我的命运都给了你 我今天能到这一步 就像历史上所有的皇帝一样 因而爱上一个不应该爱的女人 而埋荡了自己的王朝 我自己也因而爱情断送了我的千秋伟业 我也遇到了 像霸王别姬店的事情 就是我没有相信 我的兄弟楼成旧的话呀 爱情是什么 是麻醉男人灵魂的麻醉剂 是男人事业的毒药 毒药 但是尽管这样说 赵辉煌还是放不下张晓丽 虽然现在国内的事业全完了 但自己在海外还有存款 如果张晓丽还愿意和自己在一起的话 他们现在就可以远走高飞 逃到海外去 安安静静地过完这一辈子 我对你的惩罚 就是为了让你跟我一辈子 我像过去一样对你好的 你放心好吗 你为什么不举报我呢 你手里已经掌握了我的罪证了 你为什么还待在身下呢 你该等什么呢 是不是 等我回来找你 我从你的眼睛里看出意思了 你还喜欢我 可能还爱我 是不是 你很矛盾 是不是 然而张晓丽却是一句话都不肯对赵辉煌说 直到赵辉煌问起自己的孩子呢 张晓丽才说出了 我不会将你罪恶的种子留在这个世界上的 此时 赵辉煌的幻想完全破灭了 举起枪准备杀死这个挚爱的女人 可最终还是没能忍心下手 将子弹宣泄在了天花板上 而枪声也让邻居有了警觉 立即报了警 警方也赶到现场包围住了整栋大楼 此时赵辉煌还依偎在张晓丽的肩膀上疲惫地睡了过去 直到警方破门而入 赵辉煌才警觉过来 决定杀了自己的爱人 张晓丽 去死吧 别动 别动 然而根本来不及了 警方已经控制住了赵辉煌 至此 以赵辉煌为首的辉煌集团所有犯罪成员均被抓获 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为赵辉煌提供保护伞的政府官员也依法受到审判 感谢您的观看